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诞生第三讲 在上一讲的最后 我们停留了一幅很漂亮 很感恩的图画 那幅图画是有三千人信主 那幅图画是三千人浸礼 那幅图画是他们愿意行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交接 抹饼和祈祷 今天来到我们会分享教会里面 的确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的确会有不同的挑战 而首先会讲外部的挑战 再讲内部的挑战 外部的挑战可以说是被政府 被政治 被宗教去迫害 在《使徒行传》四章一节这样讲 他说使徒当对百姓说话的时候 就像现在这样 他们一起聚会的时候 有使徒在和百姓、门徒、信徒聊天 突然祭司们和守殿官就走过来 还有杀刀该人 因为他们教训百姓 是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復活的事 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烦恼 很烦恼 为什么烦恼呢 因为原本这帮人最初就是要捉耶稣 要钉死耶稣 他们以为耶稣死了 这个团体就可以瓦解了 因为蛇无头不行 谁知反而还越来越壮大 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去捉了他们 但是那时候晚上就把他们压到第二天 但是听到的人有许多是信的 南丁的数目有五千那么多 就是越来越多 所以他们觉得很烦很头痛 这个只不过是第一晚还压而已 第二天发生什么事呢 第二天要去到官府了 长老了 民事了 在耶路撒冷里面聚会 就是捉了他们 找了很多人来准备去审他们 又有大祭司一等人 总之权贵都在那里 这么多人在这里的时候 他要门徒 要使徒站在当中 然后就问他们说 你们用什么能力 是奉谁的命做这些事 使徒怎么回应他们呢 你可以说 其实都挺大压力的 当大家想想 如果全部人围住 接着叫你站在中间 然后审理 我想你都会挺害怕 但感恩上一次崇拜我们提到 耶稣已经猜显了圣灵在他们当中 所以在第八节那里讲到 他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讲了一番的话 他提到耶稣基督 他提到曾经医治的病人 然后他总结说 除了耶稣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刺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住得救 说完这一句 我相信气氛都挺紧张 在第十三节 他们看到彼得约翰的胆量 因为够胆质问面对这么多人 也都看出他们本来是没有读书的 那是愚夫来的 他们就很稀奇 证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证明他们是跟过耶稣 也都看见 那个刚才他提到治好了的人 就站在他们旁边 所以他们都无法反驳 于是他就吩咐他们 你们先出去 他们要开会 他们要开会 就叫那帮仕徒你们出去 我们开会 他们开完会的时候 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当怎么办这两个人呢 因为他们诚言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 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 我们也不能够说不要 唯恐这件事越发传扬在民间 所以他说我们就恐吓他们 叫他们不要再奉这个名对人讲论 于是就叫他们来 禁止他们总不可奉 耶稣的名的讲论去教训人 如果你是当中的仕徒 不知道你会怎样呢 开会了叫你来 恐吓完你 你不要再说啊 你再说我就再找人抓你 找人打你 可能我们一般的人说 尽量吧 但是那帮仕徒怎么说呢 彼得和约翰说 听从你们 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酌量罢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不能不算 哇 这个是一句很重 但是充分体会 他对上帝那份的信心 在这一刻 他竟然间说 听从你们 不听从神 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我想这个他摆下了给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原则 有时有些事你不知道怎么做好 原来你是知道的 就是跟从这一节经文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究竟合理不合理 官长为百姓的缘故 真的想不到法子去惩罚他们 又只是恐吓将他们释放了 这是因为众人为所行的歧视都归荣耀与神 当两个人被释放之后 就去到会友那里 然后就将祭司和长老的事都告诉他们 当他们听了之后 他们一起祈祷 他们一起祈祷去感谢上帝 然后这一节经文就讲到 他们一起祈祷完祷之后 整个聚会的地方就震动 他们被圣灵充满 放胆 讲论神的道 可以说当门徒一开始遇到第一个挑战 你可以说他成立了教会之后 第一个挑战是来自政府的 来自政治的 来自其他的宗教的 但这一刻圣灵动工 圣灵不单止震动了他们聚会的地方 圣灵还震动了每一个人的心灵 内部又怎样呢 教会内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当早期教会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次出现教会内部的问题 挑战 你知道吗 是关乎什么事吗 是关乎奉献的 奉献的 线色是下一步 线色是下一步 奉献的 你可以看到当使徒行转一路 你看的时候 有些人数过大概有三十个神迹 很多时候都是圣灵去感动 然后动工 大家还记不记得神迹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一个记号 一个线 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个线 好像一个路牌 你就知道上帝在后面 神迹就是指向上帝 以下这件事我可以说 都是一个神迹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 在使堂传四章三十三节 他说 使徒大有能力 见证主耶稣的复活 众人也蒙大恩 原来因为三十二节做了一件事 他说许多人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 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的 对我来说 如果全教会一心一意去侍奉神 这是神迹 我们虽然只有130多人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一样东西 我们可以同心合意一起做 如果是 这是神迹 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 大家公用 这个是不是神迹呢 究竟怎样公用呢 第三十四节说 内宗也没有一个缺乏的 因为人人都将田产房屋都卖了 把所卖的价钱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我读多一次 内宗也没有一个缺乏 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 把所卖的价钱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照各人所需用的 分给各人 这里特别强调 让我们知道 没有人有缺乏 因为所有人都拿了 变卖了他所有 然后出来去照顾有需要的人 在《生命记》 有一节经文这样说 他说 在耶和说 你神所赐你的地上 无论哪一座城里 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 你不可忍着心 这个字怎么读呢 应该只有萧Sir识 这个字是读个赚字 赚钱比赚的音 赚着手不帮保你穷佛的弟兄 什么叫赚呢 广东话很传神的 捏着 就是捏着个荷包 就是说当有人有需要 你看到第二个城 有人有需要 你会不会捏着 你的钱袋 不舍得 奉献 但当你不捏着 上帝怎么说呢 在第十节下 他说 因为耶和说 你的神必在这一切所行的事上 慈福如来 你怎么做 上帝怎么做回 在你的身上 然后跟着去到 三十六三十七节 会介绍一个人叫巴拿巴 我们以后会见到他的事迹 他都卖了他的东西 然后变卖了 将所有放在仕途的那里 前面 他说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神迹 这个是 可能 我们问心说 如果你一直看《仕途》 三十个神迹 有二十九个你都想发生在 市民浸信会的 唯一一个你不想的 就是谁 就是这个 如果有一天上帝 真的感动你 去把钱产 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房子 你的宅宅 你的城市 对不起 你不是一间 你有三间的 有些 你有三间 但是叫你卖两间 你说我肯 但是我未信 个儿子都不肯过我 这个神迹 可能你不想发生的 你说上帝 你千万不要感动我 卖了出来 因为人可能有私心 履传到你那间就行了 你那间这么便宜 懒屋 现在是漏水 我那间很好的 我那区 一间当你四间 我卖我那间四间 你卖你那间一间 不值 不知道会不会呢 但是第一代的信徒 他面对第一个挑战 原来就是关于乐意奉献这个问题 在士堂主五章一到十一节 他讲一个故事 这个是真人真事 这个可以说是教会 早期教会的第一个 撒土礼或者是安葬礼 第一个 还要是一日里面 连续做两个安葬礼 记住在这里 发生一件事是这样说的 他说有一个人 名叫阿拉尼亚 和他的妻子撒妃 拉卖了田产 把价银 私自留下几分 就是卖了他的田产 但是私自留下几分 他的妻子都知道 圣经说 他说其余的几分 就拿来放在士图的脚前 比特就说 阿拉尼亚 做什么撒旦会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欺控圣灵 把田地的价银 私自留下几分呢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卖了 价银不是你作主吗 你为什么心里面 起了这个意念呢 你不是欺控人 你是欺控神 阿拉尼亚听见这句说话 圣经说 他就跌下 然后断了气 听见的人都很害怕 肯定害怕 无端端有个人说 哎呀 女传道我奉献给你 怎么知道 这样睡了在那儿 后面那些可能听不到 比特说什么 怎么知道突然断了气 死了 然后就找人 找几个少年人 抬他出去 包扎好 就安葬了他 圣经说 又隔了三个小时之后 他老婆来了 当他老婆来的时候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比特就跟他说 请你告诉我 你们 即是你和你老公 卖了一个田地 是不是这么多钱 接着他说 是啊 就是这么多了 他老婆跟他一起 夹紧 然后说 第九节 比特说 你们做什么 同心试探主的灵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 已经到了门口 即埋葬了 她回来 即是三个小时 做完第一个安葬礼 他们都会把你抬出去 当那个妇人一听到之后 也都扑在前面 然后断了气 那帮少年人来 见她已经死了 又抬出去 埋葬她的丈夫旁边 全教会和听见这件事的人 都甚惧怕 都甚惧怕 我想如果比赛 我们都会很害怕 一天里面 有两个人当场死亡 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去欺骗教会 或者欺骗所有人 其实他们明明 是可以 好像市徒那样说 田地未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你可以决定卖和不卖 卖了 都是你可以决定奉献多少 为什么你要骗人家呢 这个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 无毒有偶 在这几个月里面 有些人都跟我说 女传道 你说一下 什么叫奉献 因为我们越来越多新朋友 越来越多新朋友 可能他们不知道 或者有些人是来到 未信耶稣的 他第一次来教会 第一次来教会 有没有一定要奉献 有没有一定要奉献 对了 我们很清晰 因为很多时候 有时候教会 会写在后面有个字仔 在周刊那里 他如果未明白奉献的意义 只需要把奉献袋传开就可以 有些人不明白 我在香港都听过 他说我一定要给一点 入场费都要 奉献不是入场费 奉献不是入场费 我相信在那一天 所有的信徒都会去想 奉献是什么的意义 对你来说 奉献是什么的意义 大家记得在奉献上面 通常教导我们 有没有一个准则 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准则 准则是多少 十一奉献 十一奉献 以前有些年轻人说 什么叫十一 我说是十分之一 但一不一定是十分之一呢 在圣经里面 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这样说 他说万君之耶和话语此说 你们要将当立的十分一 在旧日的时候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事事我 是否为你们 敞开天上的窗户 倾福与你们 甚至无处可用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段经文 有吧 这个是我们一直教导 十分之一的奉献 我很喜欢看到那几个字 以此事事我 上帝说 叫你试他 你猜上帝会不会被你试到 当然不会 如果你试到上帝 你可能将来回到天家 你都挺威风的 是吧 你可以跟别人说 我试到上帝 上帝原来说话不是真的 我想没有人会试到 关键是你对上帝有没有信心 上帝说到明说会敞开天上的窗户 倾福与你们 甚至无处可用 奉献可以说是让家有良 上帝可以说对上帝的爱一个回应 不知道大家昨天 有没有看灵命日良呢 如果你昨天有看灵命日良 灵命日良的题目 那四个字是慷慨献上 他说到那个弟兄分享 他说我教会想加建一个新的dream room 一个健身室 让多些人来玩 就可以将福音带给那些未信的人 带给那些社区的人 然后教会就呼吁大家 大家可以再奉献多一些 然后我们就改建这个健身室 那个弟兄很坦白说 他一开始都为了私心 他说我不想了 但后来他的反省是这样说的 他说当我们领悟到万有 都是属于上帝的时候 就能够为了别人的益处 而愿意深存感恩 慷慨且忠心的奉献 我们也能够确信主会供应一切 神甚至会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透过别人的慷慨的愧疹 让我们得着供应 不知道你想不想经历这些恩典呢 十分之一可以说是清晰的指标 但是一不一定要十分之一呢 可不可以十分之二呢 可不可以十分之三呢 我自己很欣赏有一位牧者 叫Francis Chan 他是美国一间教会的牧师 在1994年 1994年他和30人 连同他太太 一起创立了一间叫Cornstone Church 在California 到了2000年 已经有1600个会众 1994年30人 2000年1600人 他们教会一直推动很多扶贫的工作 在2008年 他们教会对外的慈慰奉献是多少呢 是55个percent 他们教会有一个原则 由开始都是 就是无论多穷 无论多有钱 我们都是要55个percent 是捐出去比有需要的人 他们要体验那次经文 上帝是不是一直倾福给他们 他们有个信念就是说 只要我们行善 我们不会有缺乏 你可以说这个单纯的心 结果这间教会一直没有缺乏过 还一直一直多人 而这个牧师 去到前两年 他来加拿大 讲过陪灵会 我也有去参加 他说他现在的奉献是90% 就是十分之九 你不要以为他没有人照顾 他一家有九口 因为他有七个子女 他完全是无私的奉献 但是上帝一直祝福他 十分之一可以说是一个指标 但是如果你遇到信心不足 或者新朋友的话 或者初信的人 他可以慢慢开始 我刚刚上几个月回香港的时候 去一间教会 他说到 那一间教会那个年轻的传道人 二十多岁而已 去到那一间教会 一去到的时候 他要带那个青少年崇拜 只有十三个人 他说没有奉献的 就是崇拜里面没有奉献这个环节 但是他觉得 要开始给那些年轻人学习 奉献 结果他说 好啊 我们开始收奉献 结果他们慢慢愿意 一元 两元 然后慢慢去学习 给出来 结果一年之后 他教会已经由十三个人 变了七十个人 在那里崇拜 刚刚这次七月的夏令营 竟然间有一百四十人报名 中学生 他教会开办了八十年来 未试过有一百四十人 报名做年轻的福音营 这个是感恩 这个是看到 当我们学习去奉献 学习去付出的时候 可以一路的多 我们自己的祝福都一路多 在《高文多后书》九章七节 他说 各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 是神所喜爱的 所以我们可以教导初信的朋友 千万不要勉强 不要作难 因为捐得乐意 才是神所喜悦的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家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尚尚充足 能多行各样的善事 当你愿意奉献 你就更加充足 可以做更多的善事 第九节 如经上所记 他施舍钱财 周济贫穷 他的人意 传道永远 什么叫金心乐意 奉献是对准上帝 奉献不是做给人看 我们怎么可以令奉献 不容易有杂质呢 不容易有杂质呢 用我举一个例子 刚才我说 奉献不是入场费 同样奉献 都不是管理费 什么是管理费 大家以前在香港 这个是在大厦外面 将贴的管理费 有没有交到那个表 大家有没有见过以前 有啊 当我在Facebook一问人的时候 现在香港还有没有人 是将管理费贴出来的 然后很多人回应我 拍了很多幅相给我 其中一幅相就是这样 这张是6月的管理费 去到2018年6月 你一看到 就看到五楼的邓先生 5月没交管理费 就是说 我想问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贴出来的 为什么要这样贴出来的 让他们有压力 全栋大厦都知道 你五楼啊 邓先生 可能搭车都说 邓先生 你交了什么啊 可能让他们有压力 以知到他们的行政管理 容易一些 但是当 有好几位弟兄姊妹 在Facebook回应我的时候 他说 女传道 你说一下这件事 对了 我以前回过一间教会 后来我没有回 就是他说 他将我们的奉献 每个月 每个礼拜 好像大字部那样 念出来的 这样有没有问题 有啊 我很感谢就是我们教会如何通知你的奉献 怎样的 就是之前一直辛苦 以灵和Lawrence 逐个 然后给一张纸就要摘 还要摘 还要摘 黏着胶纸 就是没有人知道你奉献多少 派给你那个 我们最多最多就是几个财务部 很守得秘密的那几个 不会告诉人家 你也不需要跟公众交代 它好像大字部那样黏出来 结果有些弟兄姊妹听了 看了不舒服 为什么呢 好像分等级那样 还有有些杂质就是令到大家会什么 会议论 但有时候人都是这样的 事实上 就是钱这件事很敏感 如果登出来 你看自己那一行 不小心你会看别人那一行 不小心看别人那一行 你会想 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想的 我在香港也好 在这里也好 这有几个弟兄跟我说 你知不知道 那个 他赚很多钱的 哪有十分一 我不知为什么 我不是他在教会 你跟我说什么 如果他跟我说完 那说你干什么呢 不知道 所以我们好了 我们避免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你说 好了 如果不是好像管理费 这样黏出来 那做红号行不行 红号行不行 红号行不行 不行 领思就醒了 为什么不行 红号也有人猜 有人就说 我知道他哪个红号 都是那几个而已 大家很多人 看头 怎么猜 一看就知道 谁 2018年第一个入会 那个 一千元 2018年第三个入会 哎呀 那我们那几年 只有三个入会 那我们一定知道 我们三个是第一个 对不对 所以 我们这一刻 做得很好 我们避免了 很多的责责 我们奉献 是单单 对着 上帝 最近有一个很出名的人 你不知道也不要紧 是一个电视剧 就是叫傅察皇后 这个傅察皇后 说了一句说话 她说 善欲人见 不是真善 哇 很有意思 我看 吃东西看的 这句说话很有意思 原来 是在诸子家分那里说的 他整句是这样说的 善欲人见 不是真善 恶恐人知 便是大恶 恶恐人知 便是大恶 耶稣怎么说 耶稣说 你行善 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叫左手 知道右手所作 什么意思 就是他说 以前有些人行善 要真是吹号 圣经说 吹号被人知道 吹完之后又怎样 大家看着你 看着你 他就想奉献 可能他奉献那天 也会慢一点 咔嚷 让所有人都知道 在内地有一个 不知道是否真的 心里有些问题 他捐钱 是要唱了一百元 然后找了人 站在后面 他拿着钱拍照 他很想被人知道 但是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完这句 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 然后他说 当你暗中行善的时候 上帝是看到的 上帝会暗中看到 然后祝福你 但是他说 如果你做到被人看到 你的赏赐已经拿走了 上帝不需要再给你赏赐 所以很想成为我们的提醒 就是当我们奉献 当我们行善的时候 我们究竟想要些什么 而最后很想说 伟生侍奉的挑战 刚才大家都知道 第一次当早期教会 发生的挑战困难 就是在奉献之上 而第二个困难和挑战 就是在侍奉之上 今天不会详细讲 因为下一次会讲到奉献 讲到侍奉 和讲到保罗 我们很想看第一节 他说 那时门徒争多 有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 向希伯罗人发怨言 因为天天的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父 因为太多人了 大家都看到 他们每天都一起去用善 然后他们怎么解决呢 十二个使徒就叫了 众门逃离 和他们说 我们撇下神的道 去管理凡食 原是不合议的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他要去想 就是当他听到 很多人的投诉的时候 他们说 这样不行 就是说他们之前 又要传道 又要去管理凡食 所以他们决定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 选出七个有好明星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 管理这件事 而我们也可以 专心以祈祷 传道为事 他们决定分工 大家去做 大家适合做的事 第五节 大众都喜悦这句话 就拣选了 使提反 和一众的人 去到第六节 就叫他们 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讨告了 就按手 在他们头上 去到最后 他们得到 上帝的祝福 就是神的道 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 门徒的数目 加增的甚多 有许多祭司 信从了 这道 各位弟兄姐妹 来到结束的时候 究竟我们 怎样回应呢 你是否想 神的道 兴旺 在事命浸信会呢 你是否想 这段经文 的重点 怎样的祝福 可以在我们教会 可以在你身上 去发生呢 没错 教会是一个家 也应该是一个家 一个家 一定有家务要做 你愿不愿意 一起 去为了个家 来到去承担 最后这句话 成为结束 就是在灵命日亮 那一篇 慷慨奉献的 最后这一句 它说 人怎样慷慨 给予 都远不及 以将万物 赐给我们的上帝 其实我们今天 有生命气息 有能力 有奉献的能力 有工作的能力 有侍奉的能力 这个已经是 很大的祝福 和感恩 我们一起 有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们多谢你 再一次多谢你 让我们有教会 让我们有一个 属灵的家 这个在我们人生里面 是十分之重要 因为有了 这个属灵的家 我们可以互相的支持 互相的学习 去彼此相爱 求你让我们 抱着一个单纯的心 无论是奉献 无论是奉献金钱 或者奉献我们的时间 但去侍奉也好 让我们学习 去对准你 让我们学习 有更好的分工 以至到 我们能够 割展 我们所有的恩赐 以至到 我们能够 将你的家 管理得更加好 因为你说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管家 由昔日 你去创造了亚当校 你派他们 去管理你的地方 今天你同样 都给了一个家 我们去管理 求你给我们有智慧 让我们能够体验 圣灵的大能 让我们能够体验到 什么叫做 一心一意 去侍奉你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字 祈求 阿们 阿们